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一个规矩座的女人 这个地方呢 一个口 这是一种写法 在教官门里面呢 第二个写法它写是这样 就是这个规矩是女人的方向 一个是向左 一个是向右 第三个写法它写的这样 它把这个口写在这个上面去了 写了右三角闪 第四款它写的这样 这个口它写在这个地方 教官门的这个四款这个不同的写法 在教官里面这个字的写法呢 它基本上是继承成了教官门的写法 它一看写的这样子 这个字呢 在战国时期 那个舍骨里面写的这样一个字 还有一个呢 就是在战国那个陶屋里面那个陶器上面发现那个字 它写的这样 就是这个字 在说分解字里面 它收集的一个字呢 它是这样的写的 基本上以后呢 社固那个字差不多 小钻里面 这个字 它写成这样 小钻里面呢 它基本上是沿着小钻一样的歌 从来呢 教官就没有想成下来的 没太大的改变 它把个女字写的这样 这边那个口呢 它写的这样一个 超钻背 里面这个字 它写的这样 所以K书写的就是 有两个例子 这样演变歌 开始就写成这样的字 这个字 它的本意就是女孩子啊 唯唯诺诺诺 省重保容的这个意思 它又演算为好像啊 做廉词用的这些 表示颅隔啊 等等 好 今天呢 我们就把这颅这个字 和大家一起分享到这儿 谢谢你的收看 再见